随着经济与科技的飞速发展 几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小轿车 各种交通工具越来越多 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次又一次刺痛人心的车户事故 所以近几年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 能够降低车祸上网率的方法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科学家们也有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 去年国外就出现了一种旋转防撞筒式的公路护栏 这种护栏采用了一种新型的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本身就具有弹性并且防撞耐磨 可以有效地预防车祸的发生 当车辆撞向护栏时 这些筒会滚动起来 会大大吸收撞击力道 从而降低冲击 从而就会降低由车祸带来的令人心痛的伤亡率 而且这种旋转筒还有很好的恢复能力 被装机变形后可以很快地恢复原样 而旋转筒采用的是黄色作为其颜色 亮丽的颜色可以随时提醒司机安全驾驶 都为降低车祸发生率起到很好的作用 而我们现在使用的传统护栏很多方面的功能 都还很不完整 它在发生车祸时起不了很好的阻挡作用 并且还有可能成为帮凶 所以这种撞筒式的护栏 会变成人们在马路上的福音 目前这种旋转式统式公路护栏 已经在国内部分地区进入了测试阶段 如果效果显著的话就会大范围使用 网友们对于这个消息纷纷拍手撬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种旋转式的公路护栏 就会广泛地使用 相信它会成为我们高速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会成为造福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